所以正是因为有翻在这里 那你们的手臂只有这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个会翻 因为这个手想的是出去 出去出去 那你的整个跳舞就只有一个胳膊 而我们实际上跳舞的时候 我是两条手臂同时是有动作的 你不能只跳一半表 两半半都要注意 拉丁舞的对抗就是有一个很简单一个道理 比方说我左侧身体在挤压 如果你只关注左侧身体 你的人就是这样 那请问我的左侧身体挤压 我的右侧身体在干嘛 是不是在膨胀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180度的对角的对面 它都是在做力量相等方向相反的对抗 一边是挤压一边是膨胀 一边是撑开一边就是收缩 这个大家明白了以后就OK了 OK 所以我们的手臂单臂的逻辑清楚了 那注意 我们现在手上面要给大家一个认知点 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OK 一定记住 我们的手肘不要这样拐在外面 一二三 看我的手肘 它是直接向下的 我从来没有拐在外面 OK 很多老师 我们的手要这样架着跳 各位你们是女生 我一个男生我都不会这样跳 这样跳会显得整个人很傻很愣 OK 待会我们有了身体和后背的关联 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是这样的 好吧 现在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好吧 我们的手臂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的身体 它就是一二三四 那么我们的左手在干嘛呢 你看 我们回忆一下位置啊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 好 请问一下 回忆一下 二的时候我的胳膊在哪 是不是在这 四的时候我的胳膊在哪 是不是在这 所以你看 我们的一和三都是在 一个是更多的打开肩膀 一个是关闭肩膀 二 准备位 四 准备位 所以我们的左右两个胳膊分别是一三相对 二四相对 所以当我把两个胳膊合在一起的时候 右手做一超越 那左手就是做三 关闭 右手做二 打开 四 就是左手 做收回 左手做一 在这里的时候 右手就是三 然后右手四的时候 左手就是二 所以始终是四和二 一和三 二和四 三和一 OK 这就是我们两个手臂之间的一个逻辑 左手和右手每一次各相差两步 也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值是一拍 我们这个动作一二三四对应到音乐节奏当中 每一个步骤分别是半拍 是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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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合在一起 你看是不是啊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forward去掉 我们只是去正常拍子的数 那么它就是一个 and two and three 看到我的手回来了 我给的节拍是 and two and three 是不是正好两拍 好 我们配上左手 它的结果是不是就是 and two and three 是不是正好两次 有一个基础概念就是 它必须要有一个一二三四的过程 同时是让两条手臂相互协调过来 哦 两个胳膊相互位置在这儿 哦 相互位置在这儿 哦 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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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两条手臂养成一个运动习惯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说关于手臂和身体的一个关系了 我们先抛开手臂 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关于身体转度的问题 我们不去说后背成这样 因为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其实挺简单的 OK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身体转度的问题 你们看啊 如果我们在正常去转动 就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是转动跨骨 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胸腔是完全正面冲前的 但是 如果一旦加上了我们的基本步 比如说ready step 加上了后背的挤压 你们来看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就会微微的产生一点点的转度 这个时候我的左肩会比右肩稍微向后一点 并且它是在第一位 你们看我胸口这一排白字 你们都知道 现在是正面对着大家的 你们看 当我准备了以后 这个白字就会微微的往左边做倾斜 但是注意 右肩不要跟过来 右肩还是要产生一个拉力 OK 让 所以大家记住 拉丁舞的时候并不是两个胸 都是正面冲前 相信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 叫做一侧身体 一侧身体 而这一侧身体的产生 就是因为我的左胯在往后转的同时 我的右肩 在和它产生一个斜向对拉的状态 那么我的右侧身体才能膨胀开来 OK 好 那你们注意看 刚才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在做手臂逻辑的时候 我们的手一直去到的是 胸腔的正前方和胸腔的正后方 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很简单 如果说我们就一直这样跳 这样做手臂 它很显然它也是不对的 虽然说我们单纯说手臂逻辑 这样做没错 但是这样不符合拉丁舞的一个基本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胸没动 而实际上做拉丁舞的时候 我们的胸腔 是会跟随着动作产生倾斜度 产生一侧在前 一侧在后的一种视觉效果上的转度 所以我们再去跳轮巴 各位 比方说原地换动心 我们都知道 ready step 位置是这个形状 对不对 好 你们现在看 你们现在观察一下我的左胳膊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的左边胳膊是指向左斜前的 右手是这样在旁边 但是各位 我把身体低下来你们就知道了 你们仔细看 我的左手是不是在我的胸腔正前方 右手的胸腔正后方 我是把这样的一个形状 转开 ready step 所以我们的手臂 看很多老师会说 我们的手臂要撑起来架着跳 架着跳 其实不用架着跳 你每一次都让你的手臂去到你的身体正前方 但是你因为有后背的参与 让你的胸腔是自然而然有转动度的 那么你的手臂 你们注意看 我给你们做一段 你们就知道了 我做慢一点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我的胳膊 好 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的左手是打开的 看我这里是关闭的90度 转换 好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右臂是架起来了 同样 你们看我这里 是不是关闭的 这是一个视觉插角的问题 我只有这样去做 我才能确保我的手臂跟身体 一直处于一个紧密的联系 每一次我的肩部都会有关闭 且超越 拉开 我的肩部运动 它是完全扩张开了的 那么这样去跳 你的整个舞蹈动作 你的手臂幅度 它才是饱满的 你回忆一下 有多少同学跳舞的时候 那个手臂都是乱甩 手怎么在 反正差不多 看的是对的 那我们一直去研究步伐 研究跨骨 研究节奏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东西 叫做手臂的运转 你想一想 跑步难道只有腿就可以跑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 跑短跑的运动员 是不是跑得特别快 和跑长跑的不同 跑长跑的时候 手臂更多的是用来稳定 维持我们的平衡 它是需要一种 持续的那种技巧 我们不去说 跑短跑和拉丁舞是类似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不停的 让身体处于控制爆发 控制爆发的过程当中 你们看没看过 像比如说 像伯尔特啊 比如说加特林 你们看过 他们的上半身没有 那撞到那边什么事 人的胳膊特别粗 他们是要专门练习 手臂摆动的训练的 比如说手臂摆到哪 身体是什么样的 后背位置 胸腔 他们这都有讲究 那么和拉丁舞也是一样 我们不停的去追求 我们的步伐 去追求我们的胯骨 而忽略了手臂 各位 我们一共有四肢 两条腿站一半 两个胳膊站一半 但是你不要了 你不就少了一半的动作吗 你回忆一下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就是站在原地 做手臂 怎么做各种漂亮 一跳组合 要么有手没胯 要么有胯没手 你身边一定有 类似这样的同学 因为他的手臂 他从来没有去 经过系统的训练 所以你们先要练习的是 保持胸腔不动 我们练习的是这样一个 基本的逻辑 好 有了这个逻辑以后 你要注意一点 你的手臂不是在我们现在 比方说我现在对着屏幕 不是对着屏幕的正前方 而是他始终要想的是 二四的时候 他是要出现在 我胸腔的正前方和正后方 始终想的是我胸腔朝向的正前和正后 胸腔 你觉得我这样跳 我很用力吗 我再稍微高一点点 好一点点 我再稍微高一点点 那整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手臂的高度和空间 这是绝对之关系 你胳膊稍微拉高一点的空间大 二一个 你们认为的手臂打平 其实比方说你现在把手臂拉起来 你往旁边看一眼 你觉得手臂是平的 你对着镜子再看一眼 其实各位 有一个很明显的细节 因为我胸膊比较粗 所以容易看得出来 大家注意看我的胸膊 你们觉得现在 我得这样 在这个位置 你们觉得现在我的胳膊平吗 很多说 老师我觉得是平的 但是你们仔细看 我平的是我的手臂下方 而我的手臂上方是斜向下的 但是如果当我把手臂 上面这条线拉平以后 你的视觉效果就会觉得 我的胳膊是往上走的 而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加入肩胛骨的沉降 当有了肩胛骨沉降的那一刻 之前我有讲过 我们身体的平衡是 有部位往前 就有部位要往后 有部位往左 就有部位往右 同样 我们现在单纯以手臂为一个逻辑 有部位往下 那就有部位要往上走 所以我们的手最终出现的